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岁 读五年级 12岁 中一 我是今届DSC的认识生 我现在是做行政的 我从事资讯科技的行业 保险业 物流 我退休了 安定了 现在的交通正常回来 不会说这里停那里停 现在的生活比之前好很多 市民就平静了很多 亦都开始看到生活 开始恢复平静 没有那些新闻 又哪里起火 或者哪里塞车 然后塞住了 的而且它是我们各行各业 经济开始复苏了 太平了很多 这个乱象已经是平稳了很多 帮了香港很多 你走出去你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襲击 总是说这里交通不能走 那里不能走 觉得没那么安全 整个社会是受到骚扰 有时候我们上班都回不了 有很多的怨气 令到在公司里面 甚至家庭里面都很多糾纷 有一次上学 原本乘校车上学 结果就有人在街上订砖 所以校车上不到来 最后要乘的士 很不方便 而且就影响日常生活 有一次我去逛街 和妈妈一家人逛街 在沙田突然有很多人来暴动 很害怕 出街会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那时就觉得人生不安全 也都看到是非常恐怖 很害怕去哪些地方 人生会受到伤害 真的很害怕 当时是很害怕的 现在完全不同了 我自己就不认同 因为其实自由都应该 需要有一条底线 那就不应该影响到 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大家都有大家的自由 不因为自己想怎样 就影响到别人 自由不等于自私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之前 搞到我们这些 正常市民是不敢出声 不敢做其他东西 因为我们一说 就可能会被人批评的 甚至是人身攻击的 但现在我们是 可以做任何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这个法例 我觉得就对那些 暴力的人是有弱速力的 然后对于我们普通市民 守法国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反而还保障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 在香港来说 这个安法比外国来说 是很自由的 我觉得是 而外国那边 你发放坏的信息 不好的信息 已经被警察捉了 我从来不觉得有自由的问题 我不知为什么 我说有些民主自由的问题 我生活了几十年 我从来没有感觉有些问题 其实对于我们 保罗市民来说 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 只不过是你有特别的用心的人 就会有影响 安定繁明 希望多些工作机会 希望生活安安乐乐 舒舒服服 我想未来更多科技发达 不会再有暴力行为 我希望香港未来有更多年轻人 可以重新了解 认识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祖国 为什么中国是从新中国初期 一无所有到现在的 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希望香港的金融上回去 还有多些科技 和各方面的创新 为祖国出一份力 日后香港会 在大湾区或者各样 会更加好 相信香港会越来越好 因为会靠祖国 有祖国的支持 我对香港对未来 都是充满信心 对观众 都能够